目前全球疫情出现了升温的趋势 多个国家甚至出现了新一波的疫情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亚洲几个国家疫情的最新进展 截至14日中午12点 马来西亚在过去24小时 新增确诊病例11618 连续两天超过1万例 且创下马疫情以来 单日新增病例最高纪录 目前该国累计确诊86万7567例 累计死亡6503例 在马来西亚于6月28日宣布 全面封锁无限期延长后 除必要服务部门外 暂停经济和社会活动 截至12日 马来西亚全国约810万人 至少接种了一剂疫苗 泰国疫情重灾区 曼谷及周边暖雾离府 巴吞他尼府等10个府 防疫措施升级 并实施宵禁14天 各机构及企业最大程度实施居家办公 便利店 夜市 餐饭店等营业至晚8点 购物中心内仅允许开放超市 餐厅只能提供外卖服务 关闭一切休闲娱乐场所 并禁止5人以上聚集活动 截至14日 韩国当天新增1615例新冠确诊病例 在创疫情爆发以来单日最高 15日起 全国大部分地区 防疫响应级别1级至2级 首都圈升级为4级 包括禁止8人以上聚会 60后禁止3人以上聚会 休闲娱乐场所暂停营业 餐馆晚10时候 停止接待堂食顾客等等措施 首都圈幼儿园和各级学校 当天起全面实施网上授课 据悉 自5日起 韩国二三十岁的年轻人 可申请接种他人因故 没有接种的辉瑞疫苗 韩国今年2月 启动新冠疫苗接种 目前全国仅有约 1560万人接种至少一剂疫苗 约占总人口的30.6% 美都新闻整理报道 有条件主要语 所以称乜 く如 Tale